能给你打上忠实不 打个大师感觉可以 忠实就算了吧 打忠实有点没结果效果 主要会排到有一些很奇怪的人 你知道吧 你这个号我都不敢多打 你这个号的话我一天就只能打两把 打多了会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人 给你打个大师可以吧 主要是分高了排得很慢 就有点影响节目效果这样子 搞不搞呀 感觉我伤了这样兄弟 完了完了出问题了 我们这把谁上单啊 等我一起去等一下了 他要是对面有人埋伏他 他这波被打残了 我红就丢了 看到没有 我们去他红这个瞎子B在的 他还是学W 但他炸了他这样 不用追了 他死了 他这波时候都没有扳他 这些鬼帮我们交闪 我可以帮他抓一下 开个扫描 看他也没放眼 我直接帮他打个闪来 耗一下 他这个太压他了 走走走走你走 这个我不能抓 等他过来补刀 他刚才 有点急了 我帮他耗个血打个闪 好稳啊 这些鬼还没三级没闪呢 快走 有血吃了 刚好到三 可以 他这波没到三估计得死了 等我来等我来 我来帮他蹲一下 我保一下他WCD好就行了 这波抓是抓不死 兵线进下塔了 而且下路有眼 我们这会儿闹一下 下路好像感觉到我在了 这波他们可能会来看石头人 好像没有 高估他们了 等一下 等我一 这下路应该意识到我在下半区 他们打野在上半区 可以 他们的意识还是很不错的 这波直接可以上 闪现勾 来 勾闪现就好了 随便勾一个 对 随便勾一个 打个闪就方便杀下一波知道吧 其实我感觉勾露露刚才可以的 勾这露露说不定能秒他 来我们这波赌一波他没闪现 勾到了 一下子继续去上半区去了他 这下路该不会过来看石头人了吧 过来 线都不要了 他怕我越他 牙儿 你还没走 那你死了 等我等我 这波 这波老鼠没闪的 这波可以强杀 等我到 先别急 等我到了再A他 好 A他 你这一球插起来 再杀露露 炸了 这个下路 这下路已经很小心了 等了半分钟才吃兵线的 但是姜还是老的辣 有时候比的就是一手耐心 烂掉了 这下路两个全死 再掉两波线 可以 对吧 我们不刷野 刷人 这个刀的话 铁牙马特就不用卖了 这样抓不会很亏吗 不会的 能蹭到经验就行了 你不要觉得刷野经验高 你能抓到人的情况下 暴力知道吧 抓人是一件高风险高收益的事啊 你只要能抓到人 你就可以联本带立全打回来 当然前言是你能抓得到人 这下子好像毙了 他这波还是宽冷刀 所以从这点可以判斥出他 他刚才是回家了 他回家再出来的话 需要个20来秒 这个河蟹15秒就刷了 那河蟹肯定是我的 刚好空个蟹 帮队友搞一搞视野 他6级了 这波先不要交际呢 看他来不来 然后帮他再把视野A掉 这样让他以为我在上半区 我掉个头去下半区了 这下子如果没来的话 应该在下这会发个问号 我这个A了视野没看到他 应该去打这个时候人去了 他知道蟹没了 这卡拉丁闪现多久来着的 我想一下 我是差不多好了 我两分钟抓着他 我在后面蹲一下来 别被秒了 出攻来一点 可以 耐心 我看这瞎子来 来不来 我们就往这边去 有时候你就不需要做什么 保护一下优势路就很简单 就赢了 我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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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 我有A 来放一点 没事 给他先先走吧 这老鼠是没闪 看他贪不贪 这波 贪得可以杀他 看他 他贪不贪 他贪贪 他贪贪 我一确他闪现多 我再 up他 完了 这波伤害没打到 这波有点失误了 伤害打到把他杀了我应该死不了 感觉这样子前面白抓他了呀 有点尴尬 下路不会来搞我吧 感觉这个下路有点记仇 下路miss了 哇 他们时候能烂成这个屁啊 其实我是想抓上的 抓上我可以拿先锋 但是下路这波更好抓 下路双控制 可以了 等一下 反蹲最好这一波 或者开刀先秒一个 打定要来 不知道这波有没有看到 R到了可以 都勾回来 其实我是想反蹲的 但是寒冰R了 你主动抓人被反蹲就会这样子知道吧 就应该先杀路如果非要杀人的话 不然这路给他套盾守护者加个治疗 直接多了快1000血了 就 反蹲永远是大于主动干客的 但是寒冰既然发出去了 你上还是不上呢 下波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波好伤 这个主要是寒冰没听到我说话 他是不是没有进这个语音频道 快点这个先锋打了 不然这个先锋再被瞎子拉了 他要起飞了 老鼠开始游起来了 哇好猛的塞拉斯 老鼠聪明啊 都不在下路呆了 太聪明了 直接我开先锋冲他兄弟 等一下 先锋砍一下这个塔 妈的直接溜了这老鼠 可以啊 那我感觉我这波先锋开亏了 这塞拉斯 走了 他往上靠 有点危险 应该没关系了 这老鼠回回下去了 对吧 对面意识挺好的 真的 我的建议是不打 反蹲 这波瞎子两波能杀人 都是反蹲反倒的 我的建议是不打 我来下载打这波可以 这波老鼠没闪的话 可以先秒 没事 我这波有闪 直接开来 箭来 箭 好箭好箭 换住两个 打一下 走位 定住他 别给他踹两个好痛的 小心 勾住我还有一球再A一下 完了这波没把他闪现躲了 这个虾子直接三杀 这波要是能给他闪现躲了 再一个EQ 说不定是可以杀他的 感觉我应该早点闪 拉开距离 然后他就Q不到我了 这样子也可以 其实闪现可以躲这个虾子的二段Q的 但是得用好才可以 这个塞拉斯我觉得 他是时候拆了 拆了油起来 感觉我们这边有点顶不住了 需要增援 这个虾子太肥了 我这把都不出穿甲了 因为我出穿甲 秒不掉他 他很肥 这把还是老老实实的走一手半肉好了 这个兄弟开始代替一波我 他就有了 那我发育一下好吧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觉得他这个优势得扩大呀 他这个优势 只在上路不行的呀 他的优势得带动给我们才可以 不行 他优势这么大得油起来真的 你看他被蹲一波就懒了 哎哟 这瞎子太肥了 导手感觉去中路了 来这边 这些人来的巨快 大招甩起来定住 把他秒了 杀一个辅助没有用啊 你优势这么大 和他对线没用呢 这会儿我们打不过他们 他得来团把他的优势带给我们 这时候呢 这英雄没有用的知道吧 这英雄崩了 他打团丢个大就行了 如果他上波愿意听我的 把这个塔拆了 来支援是不是 他就不会死了 是吧 他不会死 然后再把优势带动一下 这我们就盘活了 我玩的还不如人 还怎么指挥人上呢 我这我 6-4 为什么不能指挥一下 4-1呢 对不对 他不懂 队友不懂 你跟他讲一下 沟通一下 这游戏沟通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得团真的 不然待会儿 真难玩 你还跟这个卡拉丁拖 这人现在十一几 瞎子要来踢了 踢到又要死了 看到没有 最后人过来再开个大游戏结束 哎呀 现在没有用了 他的优势期已经过了 这样子 怎么不好打 首个二塔吧 哎 都来脸上了 这在犯罪啊 这是 啊 给机会啊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翻盘了兄弟们 翻盘了翻盘了 勾一下 Q一下 翻盘了翻盘了 贼吉送 我打 你们猜 舒服了舒服了 这一波什么都打回来了 好吧 主要他们这波老鼠不在 老鼠在的话 我宽作 应该是我们炸的 这优势必烂 根据这个优势必烂 定律只要有优势 就一定会烂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来帮我一下我得死 兄弟 快点不要不要再猜了 这老鼠过来 能把我偷掉 有没有人啊 我好怕 别走弹 他们抓弹强 我们就爆板 我们抱团真的 不要走单 你看这个塞拉斯 其实能有分很多种能力啊 有些人个人能 个人能力 比如他这个对线厉害 但是他操作能力强 但是他可能一时不太行 知道吧 他这个属性没点码 全点到力量上面去了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你们看很多人 当线能把人打爆 但是一抓一个死 就没有用 还是要送回去的 为什么很多人 线上优势 却赢不了呢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他的意识太薄落了 就比如我们这把 这个塞拉斯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他们可以偷大龙这样真的 他们打的话应该没了要 等一下了 我有先锋在 我们团吧 给点伤害他死了要 勾一下 龙岩巨兽莫菲特 留住留住 我减速了 我还有EQ 拉一下拉一下可以打 可以可以可以 我来了我来了 我有EQ 我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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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在可以上高地啊 别别指挥了好好打 我不指挥赢不了的 你看是不是每一波都像我说的那样 主播可能年纪稍微大了一点 操作不太行了 但是意识还在知道吧 走了走了 毙了 出来打小龙不要想的打大龙 这波一定得避 不然绝对要出问题 我跟你们讲 这波是一定得走啊 毕竟我曾经也是个玩者啊 可能岁月能剥剥夺了我的操作 但是我们意识还是有的啊 等一下我惩戒等人齐了再打 不要急这波 小心这个老鼠啊 这老鼠估计得偷了 你抢来 老鼠直接秒了 来卡丁我切到了我切到了 来接技能 可以我有啊 来跟一下跟一下队友呢 这右边还有个瞎子 这边 直接QR把它宽阻 来一下来一下 我还有盾 我有EQ再插起来 来 钩子来一个疏通寒道啊 再收一下W nice 打大龙吧 一波不了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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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能有T吗 T了也一波不了呀 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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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打团是可以打的回来的